大家好,我是Percilla 今天将带一对在多伦多首次安家的年轻夫妇寻找公寓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区域是北约克 沿着Yang街,Yang Steel,Yang Finch和Yang Shepherd 那么相对于市中心来说 北约克的公寓在同样的价格下 能够面积更大,住得舒适,楼居也比较宽 那么待会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几套房产里面的情况 在看房之前,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每周的房产资讯的分享和待看视频哦 待会见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产的情况 就跟刚才有内似的地方同一个开发商 我的左边是厨房 一个三面缓起来的厨房 当然它这个橱柜用的颜色的风格是比较传统一点的 厅也是比较大的空间 就是它既能够有客厅的空间 也有一个用餐区域 比如说这一块 这是可以放餐桌的 这很多市中心的公寓就没有这一块用餐的区域了 然后呢就是我的右边呢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是大概可能有个12平米的样子吧 连接着一个阳台 然后这边呢 没有卫生间但是有一个橱柜 这个橱柜呢这家主人应该是自己装修的了 卖家它把它做成了一个 还有这个组合 就是有organizer的这样的一个橱柜 然后这是阳台 这个跟刚才那套不一样呢 它看的它对的这个阳台对的是这个小区的内部 所以你看到我们周围是三面缓起来的一个小区的空间 然后我们这一套的楼层呢也不是特别高 我们来感受一下在这个客厅的部分 看到的景色 我们现在这个是朝西南向 所以当下午太阳滑到这一边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阳光 但其他的时间因为别的楼比我们高 会有一些影响 它的好处呢是说它离这个大街呢 退回来了一部分 那么所以声音噪音的影响会受到了控制 但是景色呢就是更多的只是楼宇了 回过头来看一眼这个客厅的情况 这是刚才入口跟厨房的空间 这边放了电视机组合柜 这里有一个部出式的阳台 然后这边是落地窗对着的街景 好 这是另外一间卧室 这间卧室比较紧凑 我想可能大概有个8平方米的样子 这里有一个机房 这个会有一部分声音的影响 有的这个机房是在厅里面的就好一些 对于是卧室的来讲 这个是有困扰的 一个落地窗 然后这边有一个衣橱 也是这家主人做了一个组合柜 这间房间是没有套房的卫生间的 只有一个共享的在这里 但是空间还是比较大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房产类型 社区和价格区间 欢迎您联系我 我非常乐意带您实体看访 或远程拍摄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